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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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采茶工告诉记者 他们都是来自东顾民族小学的老师 得知茶厂采茶工紧张 他们特地利用闲暇时间过来帮忙采摘茶叶 当天山上风大 气温温度30度 但茶山上采摘茶叶的人员似乎并不多 刘女士告诉记者 很多都是跟她一样第一天来采摘茶叶的 所以采摘的不多 不过手脚麻利的就不是她这个样子 茶厂采负责人告诉记者 明镜茶口感最好 又叫黄金芽 目前东顾啃植厂茶厂共有茶园3000多亩 这几天采摘的新茶是茶树当中最鲜嫩的一部分 是制作高档精品茶的原料 明镜茶白茶龙井系列品种茶叶的大批上来 正常情况下茶厂需要400名左右采茶工采摘 为了交到采茶工 茶厂也积极准备从外地招人 并为他们提供一些住宿 吃喝等便利条件 雷水有点不够 因为往年旧边的也比较少 现在军务山 新国军务山这边 包括我们旧边的几个茶厂 都在用工 大用工的时候 所以加上我们年轻人 大部分出去打工去了 所以在家里面的人也就算得少 尽管目前茶叶产量高 质量好 明年茶价格也高 但如果没有采茶工采摘 许多茶叶就会浪费在茶园里 看着满身翠绿的茶叶 松华君现在是着急上火 一夜春风吹透 田野里的艾叶泛出最鲜最嫩的绿色 眼下正是做青团的最好时候 一个个凑着艾草清香 甜甜糯糯的青团 成了人们在春天尝鲜的适令美食 制作艾叶高 第一关键就是艾叶需要新鲜 艾叶是一种多年生草本植物 生命力极强 荒野 路旁随处可见 尤其在土地肥沃湿润的地方 长得特别好 记者看到 不管是田梗上还是田间里 都散布着艾叶 经过雨水的灵洗 艾叶显得更加青绿喜人 采艾叶的阿姨 只选择艾叶上面部分斋 这样除了保证艾叶的鲜嫩 保留的根部还可以不断地长出新的艾叶来 做艾叶高看似简单 实际做起来工序繁多很费时 做好前面的准备工作后 接着就用开水烫艾叶了 等艾叶由嫩绿色变成青绿色 捞起后用清水漂洗 力去微苦叶枝 然后把艾泥巴 糯米粉 生粉 倒在大盆里和匀 并加入少许的糖 不断搓捏到均匀程度 最后做成一个个原状的艾叶高 随后将做好后的艾叶高 放进蒸笼里蒸十分钟就可以了 当刚刚出炉的艾叶高出来时 那阵阵的艾叶香味 与鸟鸟挪挪的热气扑鼻而来 做我的工夫手里就只会去艾叶用 以前一个短路是关键下的不要动 更安静下的身体健康 老人告诉记者 每年清明节前后是艾草的头一色丰收 头皮采摘的艾草 处于其生命力最旺盛的时候 所以用艾草制作青团 实际上是一种古人 对于强健生命力 或者是新的力量的一种追求和渴望 清明时节吃艾草高 同时也是希望新的一年 有更好的收获 昨天下午五点前后 宜春上饶部分县市的多个乡镇 遭受突袭而来的冰雹灾害 给当前春耕生产 群众生产生活 造成一定程度上的影响和财产损失 在高安市石脑镇旺城守堂张村 记者看到当地村民正在积极组织生产自救 对冰雹杂穿的早稻育殃薄膜进行更换和修复 村民介绍 经过冰雹灾害后 钢波补救正在生长的秧苗 遭到毁灭性的破坏 严重影响春耕生产 在村民家里 记者看到了村民收集冷藏的冰雹 村民反映 当时看到雷雨交加 以为是春季正常雷雨天气 根本没想到会下冰雹 而且来得那么快 村民张学习家的房子 遭受到飓风暴雨和冰雹的袭击 房屋顶被掀掉 目前当地政府第一时间组织工作人员 深入受灾地区进行灾后自救和恢复生产工作 民政部门正加派人手对受灾情况进行核实 昨天下午5点40左右 德新城区突降暴雨 雨中夹杂着花生米般大小的冰雹 冰雹仅持续了一分多钟 据气象部门观测 这是德新城区20多年来首次遭遇冰雹袭击 同时冰雹还袭击了万年县多个乡镇 3000多户农户的房屋遭受不同程度的损坏 在汪家乡昌岗村 全村受损房屋超过30多栋 大风和冰雹袭击过后 树木房屋倒塌 电线杆刮断 全村停电 当晚进驻村里的救灾工作人员 一边详细了解灾情 一边做好灾民的安抚工作 并对下一步救灾工作进行了安排 由于目前我省已进入汛期 预计近期部分地区还将出现极端天气 气象部门提醒各地要加强防范 昨天中午一点多钟 景德镇市昌和汽车厂发生一起意外事故 一辆半挂货车正在装运汽车的过程中 支架突然侧翻 一名工人被压在了侧翻的支架下面 当时这辆装载汽车的半挂货车 已经将汽车装上了顶层 当正准备装下层的时候 支撑顶层货架的支架突然折断 正好将装载工人压在下面 赶到现场救援的消防官兵 对事故现场进行勘察之后发现 半挂车的货架已严重变形 被困工人的两条腿 被两根支架卡住无法动弹 更让人揪心的是 顶层已经装载好的汽车 也随着坍塌的货架倾斜在半空中 稍有不慎就会崴下来 为了尽快将被控工人救出 消防救援人员利用液压扩张前 将压住工人双脚的支架 进行扩张腾出空间 另一方面调来一台插车 将插车前方的起重架 将轻切的框架撑住 利用插车顶住的时间 救援人员利用液压顶杆 将两根支架点起 慢慢分开两根变形的支架 趁机将被困的工人救出 工人被立即送往医院进行救治 记者从医院了解到 由于营救急时 工人被压的双腿并没有答案 更多新闻资讯一起来看一组 叶航苏弟 记者从省发改委了解到 江西将拿出2672个项目 向社会资本招商 这些项目涉及重大基础设施 战略性新兴产业 社会事业 国企改革发展 生态休闲旅游 现代农业 文化产业 商贸物流等八大领域 总投资22810亿 招商投资项目之多领域之广 规模之大 均为历年之最 年所得12万元以上 个税自行纳税申报工作 日前结束 全省共有65576人进行了申报 比去年同期增加12480人 增长23.5% 因纳税款19.28亿元 从地域看 南昌市共有20840人申报个税 占全省申报人数的31.78% 从行业看 申报人数较多的行业 依次为金融业 制造业 房地产业 建筑业 电力 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江西食品药品监督部门 今天统一开展清明五一节前 牛肉市场专项执法检查 行动将持续到4月底 重点检查 农贸市场 超市商场和牛肉专营店 是否购尽销售三无牛肉 注水牛肉 病死牛肉和假牛肉 昨天 庐山剪刀侠出现了飘渺的云海 在光线的照射下 天光云影共徘徊 与近山远水 青山防舍 构成一幅和谐优美的春日山居图 今天在中国气象局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 新闻发言人张祖强介绍说 青年小长假期间 我国北方大部分地区天气适宜出游 南方则多阴雨天气 长江中下游地区有强降雨 未来十天影响我国冷空气活动频繁 中东部大部地区平均气温将明显下降 较常年同期偏低1到3度 西部地区平均气温接近常年同期 国家旅游局2号通报了我国旅游市场秩序专项整治行动的第一阶段情况 共有44家A级旅游景区被摘牌 另有河北白洋店 浙江千岛湖 山西武台山等9家5A级旅游景区被警告 来看国际方面的消息 人们在打电话开会甚至在上课的时候 常会情不自禁在纸上乱写乱话 其中有些涂鸦作品经过传播还火了一把 现在在南非这种随手涂鸦正是得到了认可 成为一种新的艺术形式 在位于南非开普敦的弗兰克朱伯特艺术中心里 学员们正在创作今天的课上作业 今天的主题是字母 学员们可以任意发挥想象力 在自己的随手涂鸦作品里添加26个英文字母 卡丽已经是三个孩子的妈妈了 她说平时在家孩子叽叽喳喳吵个不停 让自己没办法干其他事情 但在这里她可以安安静静的思考和创作 跟同学们一起交流讨论 感觉生活有了不一样的意义 跟卡丽有着同样感受的人还有很多 这也是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来这里学习随手涂鸦 这家位于开普敦市中心的培训机构 不光接受本地学员 任何想学习随手涂鸦的人 无论国别和肤色都可以来到这里 而且还是免费的 这家机构的创办者希望通过展出 或者出售学员们的作品 为无家可归者筹集善款 据悉这样一幅作品能卖到八美元 明天就是亲民小长假了 我们一同来关注一下全国各地的天气情况 我们一同来关注一下 我们一同来关注一下 感谢您的收看 获取更多新的资讯 您还可以关注江西网络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平台 也欢迎关注下载江西网络台的微博微信手机客户端 明天同一时间 我们再见 感谢您的观看